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莱希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中医两国传统友好 两国关系经受住各种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面对当前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的复杂局面 中医相互支持 团结协作 携手抗击新冠疫情 战略互信不断巩固 务实合作稳步推进 促进了共同利益 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 谱写了《中医友谊》新篇章 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坚定不移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坚定不移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发展中医关系 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毫不动摇发展同伊朗的友好合作 推动中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得到新发展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 中方支持一方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 领土完整 民族尊严 支持一方抵御单边主义 霸凌主义 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伊朗内政 破坏伊朗安全稳定 愿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力问题上 同一方坚定相互支持 中方愿同一方落实好两国全面合作计划 深化贸易 农业 工业 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 进口更多伊朗优质农产品 中方愿同一方继续开展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促进互联互通 扩大人文交流 习近平指出 维护中东稳定 攸关地区国家和人民福祉 对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保障能源稳定供应至关重要 中方赞赏一方愿意积极改善同周边邻国关系 支持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 化解矛盾 实现牧林友好 愿继续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方愿同一方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 加强沟通和协作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中方将继续建设性参与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恢复履约谈判 支持一方维护正当合法权益 推动伊朗核问题早日妥善解决 莱希表示 伊中有意历经考验历久迷奸 作为两个独立自主的大国 伊中关系基于相互尊重精神 是值得彼此信任的真诚战略伙伴 伊方致力于深化和提升 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 坚定不移 不会受到任何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影响 伊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 落实好伊中全面合作计划 深化贸易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 欢迎中国企业赋一投资 期待更多中国游客赋一旅游 伊方感谢中方为伊朗抗击新冠疫情 提供宝贵帮助 感谢中方在伊核问题 全面协议谈判等问题上主持公道 伊方坚定支持中方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将积极参与 伊中都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霸凌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 伊方坚定支持中方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伊方愿同中方 就国际和地区事务加强沟通 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场合 保持良好合作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 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 签署农业 贸易 旅游 环保 卫生 救灾 文化 体育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来西访华期间 双方将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联合声明